接着来关心日本边境松绑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逐渐复苏 每年东京国际食品展是台湾食品业者 唾销日本市场的重要管道 今年在3月8号展开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以及外贸协会筹足的台湾馆 总共今年是由35个单位参加 首度采取混合参展的模式 厂商可以选择样品展示 或者派人到当地实体摊位跟买主现场交流 而日本市场也很期待能够解禁台湾猪肉的进口问题 台湾的市家品质好 冷冻市家营量项立刻吸引日本厂商目光 每年东京国际食品展都是台湾业者 拓展日本市场的重要管道 今年在3月8号到11号登场 后疫情时代日本边境也松绑 展览的台湾馆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及外贸协会筹办 让日本厂商近距离认识 富有特色的台湾水果及加工品 还有创新研发的植物肉肉松果干 高粱酒罐头茶叶都是满满亮点 第一次来到日本这边展览 目前已经有三家的日本商 一家是国贸 然后另外两家是电商 来询问我们 而先前因为口提议 而中断了台湾猪肉进口 已经让不少日本厂商期待解禁 让台日更加紧密 日本特派记者宣誓方东京报道